我们都知道娱乐圈的更新换代是非常快的 特别是在如今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 只要你热度够高 你就能一直火下去 可当你的热度慢慢削减了 那你就离过气不远了 不过这样的情况当然是有例外的 在娱乐圈中 就有这么一位男星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火之后 他就一直都处于顶流的位置 不管这中间坏了几代人 都没人能撼动他的位置 他就是昔日四大天王之一的刘德华 刘德华绝对可以说是娱乐圈的长青树 就算如今的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也丝毫没有削减他的魅力 特别是春节当《流浪地球2》的上映 更是再次让观众感受到他的魅力 他在剧中的表演是精湛又深情 已经可以用炉火纯青来形容了 是全年龄段都通杀的实力派演员 记得刘德华和吴京在宣传该片时 吴京的老婆谢南也到了台下 当时他还发表观影感言了 还当着吴京的面跟刘德华表白 用手比了半个心 台上的刘德华听到后 立马也摆出半个心 起得吴京当场说晚上不回家了 将众人揍得哈哈大笑 如果你回顾一下刘德华的演艺生涯 你会发现他的成就真的是没人能模仿的 因为他不仅勤劳敬业 而且在出名后 也非常的乐于助人 在一六圈中被他帮衬过的明星有很多 他会对陷入困境的明星们 刚出道的新人们尽力地提供帮助 其中有一位就是张卫健 张卫健曾在节目中谈及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 就是刘德华向自己伸出援手的 那时候的张卫健即将破产了 而刘德华得知他的困境后 立马就拿出支票对他提供帮助 之后渡过难关的张卫健一直都心存感激 并愿意把这份乐于助人的好品质 一直传递下去 而在2006年 刘德华创办的应议娱乐发起了一个计划 那就是在全亚洲范围内挑选优秀的年轻导演 由刘德华出资2500万 资助他们拍电影 而宁浩正是其中一位幸运儿 宁浩得到了300万的资助 加上他本人的投资 让经典的疯狂的石头就此诞生 在当时大卖了2500万 让导演宁浩一举成名 而剧中的配角黄渤也从这时候开始走红 而《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 就是得到过宁浩的帮助 所以在《流浪地球》第一部的结尾 才会出现感谢刘德华的滋养 我真的两个礼拜没有离开过医院 我学怎么样照顾小孩 然后我们很不幸 人家说我们找了很好很好的培阅 但是我那个培阅 对不起 我这不认为他是培阅 什么都不会 然后结果三个月 前面的三个月 小孩是我照顾的 在私生活方面 刘德华和朱丽倩在秘密恋爱了20多年后 终于在2009年步入婚姻的殿堂 之后在2012年 刘德华和朱丽倩迎来了他们的女儿刘向慧 而人到中年喜得千金的刘德华 也是非常的宠爱女儿 特别是对女儿一直都是非常好的 为了能让女儿更好的成长 刘德华和朱丽倩并不想让女儿过早的曝光 可虽然刘德华夫妇严防死守 但刘向慧还是会被媒体狗仔拍到正面照 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 刘向慧完全遗传了天王夫妇的基因 她的鼻子和大眼睛很像妈妈朱丽倩 耳朵则像爸爸刘德华 在之前朱丽倩还抱着刘向慧观看刘德华的演出 那时候的刘向慧在回去的路上 和妈妈朱丽倩开心的谈话 时而大笑 时而嘟嘴卖萌 非常的可爱 网友们都不禁直呼她比朱丽倩还美 在此也祝愿刘德华一家三口能一直幸福下去